過年要到了 許多人都在期待今年年終可以領多少 不過年終還沒有來 就有蛋糕店的業者員工先領到分紅獎金 開心的準備過年 在萬里的知名蛋糕店業者 在去年光是靠著眼前這一款 號稱從日本進口的鮮奶油 所製作而成的生乳捲 光是在12月份就賣出了8萬5000條 創造出3000多萬元的業績 因此今年老闆大發紅利 每個員工在20號當天 就可以領到額外的紅利6萬元 因為公司有體諒到大家的一個辛勞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紅利可以分 紅利多少 每個人都幾乎是6萬塊 包括公讀生是幾個份量 公讀生的話是以時數去換算 那這個部分你覺得有沒有很滿意 大家都應該很開心 業者表示老闆為了獎勵員工 決定發出每個人6萬元的獎金 包括去年12月1號正式到職或者是建教合作的實習生 都疑視同仁 在1月20號當天下午就會入帳 許多員工在上班還沒有看到錢就非常開心 不敢相信會有這種好康 很開心啊 你多少紅利的部分 6萬 6萬 今天就下來了你知道嗎 我還沒看 還沒看 所以你等一下會先趕快去看這樣子 下班之後 對啊 大家團購力量大 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 這樣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力量 就像我們老闆講的 很可怕 很可怕 老闆願意與員工分享 也讓許多上班族非常羨慕 謝謝學端藝 萬里採訪報導 好